马老呢 因为这个两场演出啊 天津电台 现在只保留了不到一场 另外一半是在 另外一半没有了 翻场了电话全没了 挺遗憾的 我们保留的马老呢 是两段 一段是卖挂票 一段是81层楼 这啥个国家呀 应当啊 向这外国的先进的 科学技术方面学习 咱们不能闭关自首 咱们承认 咱们的技术乐后 咱们的科学技术是差 咱们虚心的向外国学习 那么就咱们国家 就派起个专家 到过国去呀 学习科学技术 就说有这么三个人 到美国去了 这三个人呢 由国家也是国家干部 到美国去学习 当然说这三个人呢 都得有水平的 都是这个有高度的文化 数理化 这个水平得够吧 当然说我们要是知识化 专业化 革命化 年轻化 但是不能派出去太年轻的 你十七八岁这个初中毕业的能行吗 他不行 因为他水平太低 他去两年呢 你晓得出什么 那么这个太年轻的不能去 所以说大的呢 也不行 像我这七十多岁了 派出两年 等不到两年 一年多骨灰盒就回来了 不行啊 得派这个中年 就派这三个干部 这三个人得多大岁数的 和国呢 就是三十八九岁 另一个呢 是四十多一点 四十五六 最大的呢 不到五十岁 四十八九 四十八九 四十五六 三十七八 这三个人出国去学习 到美国去学习 学习什么呢 学习科学技术吧 这三个人到外国并不是去享受 不是如山逛景 大吃八喝去了 干什么呢 学习技术 回来我们搞词化吗 他们呢就怎么减省 尽管说是国家拿钱 国家花钱 他呀 不能铺张浪费 大吃八喝不行 这三个人很有觉悟 什么贱 吃什么 什么饭店便宜 住什么地方 但是这外国呀 尤其是美国 他没有太贱的东西 没有太贱的旅店 饭店 就找个 一个小一点的饭店 这个小的饭店楼群挺高 也不少 81层那就不算新鲜 就说外国有一百多层楼的都有啊 这80多层楼 到这儿找这个旅馆 找这个饭店这儿住吧 要便宜 便宜也可以住楼上 他就跟那个坐火车 那卧铺 下边就贵点 中铺呢 建点 上铺呢 更建点 他这个旅店 这饭店也是这样 因为下边呢 也贵 上边的便宜 这三人的找最便宜的 我们要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 紧上边了 81层楼 到81层 上面还有没有了 那到顶了 要是最建了 哦 那么住那儿 电梯上下 自动电梯 没有人开 进去一万电脑 要上几层楼都行 就住这儿也可以 吃饭呢 吃最建的饭 15块钱 每个人 每一个人 一天 15块钱的饭钱 不能再建 他那就是没有 嘎巴菜 豆腐女 是吧 没有啊 要有那啥 咱们就干 不就臭乎 吃那个了 是吧 这个 切锅 烤饼 那儿没有 他最低的 便宜的 一天的饭 是三顿饭 15块钱 这三人 开这么一间房 开这一间房子呢 可等于啊 是两三大间了 办公的屋子 睡觉的屋子 这屋里全有 只要在下边 传达室那儿 进门 拿了钥匙 这传达室老头子呢 虽然说外国人呢 中国通 懂得中国话 对着中国人 特别客气 招待得很好 拿了钥匙 上电梯 上楼 没有服务员 这个饭店 没有一个服务员 你自己进电梯 你上几层楼 不论电梯 上去 到上层 拿钥匙 开个门 进去 这屋里全有 全有了 这里头 电灯电话 电灵电扇 空调啊 电视啊 一切都有 你喝水 开水 您管的 喝开水 用凉水 喝啤酒 您这种 喝牛奶 您这种 全有 不用你出去 洗澡 带个洗澡间 这个 茅房就更不说了 拉水 三尿 也这屋 但有一个 厕所间了 所以这里头 设备都好 到吃饭的时候呢 它墙上啊 有这么一个窟窿 那是什么呢 传送带 给你送饭 有这么一个 壁厨 似的 可不大 灯一亮了 开开 就有这三个人的饭 拿出来就吃 吃完了 坐着里头 传送带 自己他就走了 够实话 这饭还来 只要拿钥匙 上楼 开开门 吃和拉撒睡 全有 这仨人在这住 也不错 虽然说 地方小点的 吃和住也挺方便 每天这三个人 到外去学习 够时间 就回来 有这么一天 出事了 麻烦了 仨人学习 回来 刚一进大门这 传达室的老头子 传达室的老头子 传达室跑出来 迎接出迎接出来了 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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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你们一个 不好的消息 三人就一愣 什么事 电梯坏了 呦 这怎么办 吃和拉撒睡 都在上班 这怎么办 不加紧 我有办法 这什么办法 你们中国 有个两万五千里长征 对不对 战士们背着枪 扛着炮 一天一手 走二百里地 不累 什么原因 他们一排一排的 一番一番的 讲故事 就是 这个 一苦思甜 讲难受的事 讲过去悲惨的生活 苦难的生活 苦难的经过 心里难过 慌其身 忘其累 守起来 几百里地 不累 一天一手走 二百里地 都可以 你们这八十一层楼 你们三个人 说说笑笑的 讲笑话 讲故事 讲点苦难的 讲点心里难过的 老子一想那个 不累啊 很容易上去 这三人想 对 对 有这有情报 有啊 走 走上去 没问题 咱三人一人讲一个事 我讲 你先听 你说我岁是小 我先讲吧 我先讲 对 上路 买路 走 我就八十一层楼 一会咱们就走上去 走 说吧 我们俩听着 就你孙儿嫂 你先说 我说呀 你听着 我一说呀 我讲讲我呀 我心里呀 最难过的事 我要一讲起来呀 你们俩是准的难过 你们这一难过 你们就不知道累了 咱们上学就能力了 你说吧 我呀 从前呢 我上学的时候 我有个同学 我在高中的时候 认识一个女同学 跟我不错 经常一块啊 花冰啊 游泳啊 打球 有一次啊 花冰我摔倒了 就被我摔晕过去了 不省人事 这个女同学 她不顾着男女之别 抱着我 就跑到路上 接个车 把我送到医院 抢救过来 由这样呢 我很感激她 后来我们俩人 就经常见面 就算朋友吧 在毕业以后呢 她呢 就分配到外语学院 那儿上学了 我呢 在公学院 我们俩虽然说 不在一个学校呢 但是也经常 每礼拜天 我们就见面 啊 她跟我不错 我们俩人呢 可就算 也就算 算订婚吧 但是就还没登记 总讲的 多个分配工作 以后再登记结婚 她有这个意思 我有这个想法 我还经常见面 有一次忽然间听到 她游泳 她淹水 哎呀 我想几天没吃饭 我丢到现在 我今年我38岁了 我还没有结婚 有人给我介绍对象 我不肯料 我只要想 人给我介绍对象 我就想起她了 我难过 我睡不着觉 我吃不下饭 可是我不结婚 我现在我38岁 如果我过40岁了 我怎么办 我更不好结婚 哎 我自己有这个学心 我独身主义吧 我要努力学习 我这样的 我就算对得起她 我好好 我出来这一趟 我要学点知识 我献给祖国 这就是我良心 这我对得起国家 我也对得起她 我就说着眼条红 这俩听着 是有点难过 抬头一看 楼口子写着 40 40层了 哎 咱们上一半了 怎么样 我讲这 你们俩听难过不难过 楼点难过 真是你讲这 我还真不知道累了 来 你讲 你说我讲啊 我要说我的这难过的事 给他人 你听着你难过 我能让你们俩掉眼泪 说上 走 上 说吧 我告诉你 我呀 我今天我46岁了 我是男生人制度的 我是监狱里生的人 我母亲怀着我 进监狱了 我父亲也同时也是进这监狱 在监狱里生长的 我没见过世面 我也没出来过 我就知道 我父亲姓韩 我母亲姓陈 我父亲叫什么名字 我也想不起来了 我已经我没见过 我听到四五岁的时候 我还在监狱 我随便玩 因为我不是犯人 我可以到处去串 我就跟那个 小萝卜头似的 那个 跟那个电影 那个 他还有个黄先生教 教他认字 我在监狱谁教我认字 我就随便玩吧 到处我就打听 打听这个 是个凡的 人家说跑了 越狱了 逃走了 我把这话就告诉我母亲 我母亲不信 是越狱了吗 是不是让他们给杀害了 枪毙了吧 哎呀 但愿得吧 但愿得他跑了 但愿得越狱成功了 我母亲很高兴 但是也没跟我说什么 究竟这老两口子 怎么进的监狱 我不知道 他也不跟我说 哎 直听到 我十岁年年 解放了 所有的犯人都释放 当时杀人放火烦 那是没放 就是政治犯 都放出来了 我母亲听说解放了 哎呀 心中高兴 这一乐呀 我母亲可了不起 本来就有心脏病 心情激动 我母亲呢 心脏病复发 抢救 他也没能条件 抢救不过来 我母亲死了 也不知道怎么这 呼吸八呼吸 他们让他给埋了 哎呀 把我放出来 都走 我也得走吧 我上哪儿去 我就知道我们家 听我妈妈说 是三种几宁的 几宁的 我知道几宁在哪儿 我到几宁我找谁呀 谁认得我呀 我从监狱里出来 我就要了饭了 我在街上要饭 要饭我就看着部队 部队里吃饭 我就找他们要 这个当兵的就给我 哎 听好 则他们一吃饭 我就去 我就要饭 我就找他要 他就给 后来我就掌握这规律了 他们吹号 他一吹号 就是吃饭 我不管在哪儿玩 我就说他吹号 我就跑到 他们就给我 盛饭 吃 后来让一个官看见 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官 不是连长 是排长 这小孩是 谁呀 干嘛呢 我站住他去要饭 你哪儿呢 你哪儿说 我说我没有家 我得监狱里出来的 那么点小孩进监狱 我说我母亲死监狱里了 我出来了 我也没有家 我不知道我在哪儿住 我也不知道我父亲在哪儿 我没有家 天天在这儿吃啊 吃多肉呢 吃不少肉 行 吃吧 就吃吧 也在这儿吃吧 哎呀 官这么说了 战士们更敢公开的给我 给我成菜 他们搬家我也跟着搬家 他们上哪儿我也跟着上哪儿 我到十五岁的时候 我算当兵了 也给我穿军装了 以后又培养我上学 让我念书 到中学 大学 现在又培养我出国 哎呀 我想起来 我母亲如果要是活着 我母亲真正活着 没死 要看看我这样 我都当了半部的 我妈妈 都多高兴 我父亲是不是真正烈狱逃跑了 我父亲是不是真正回来了 姓韩的叫什么 我哪儿找去我不知道 哎呀 我自己总想着 我母亲是死了 我就盼着我父亲活着 我父亲活着 今年岁数也不太大 就说着哗哗的掉眼泪 这俩也跟着上 你说着真是 真是可怜的 是让兴兰部抬头看看 一瞧楼口 八十 嘿 八十层 大碗 还一层 尝您的啊 就您四眼的 您讲一个 您讲一难过 咱可就上去了 这孙上大站着就愣了 我讲 该您讲了 我走不了了 再有一层 咱就上去了 我这腿 一步 一步也卖不了了 一步也卖不动了 那你就说呀 我站这说吧 我站这说 我说一难过的 我说这个难过的事 比你们两个人更难过 比你们这更难过 我 我说说 我不说过去的 我不说过去的 我就说现在的吧 咱们杀人呢 刚才打外头回来 在这下边 跟那老头子说了几句话 咱们就上楼了 可是我呀 忘了拿钥匙了 咱们这样子 我要杀人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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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